这几天比特币大起大落 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 币圈一日 地上十年的说法 我们有请币圈风云人物 郭宏才 家户人称宝儿爷 宝儿爷欢迎 欢迎来到我们 作为一座客我们的演播室 挺好挺好 挺有创新啊 小陆我们走吧 好 宝儿爷 我们这几天也看到 比特币大起大落 跌破6000美元大关 然后昨天又起了2000多 你说您对这个走势怎么看呢 短期呢没法预测 长期不用预测 肯定是涨嘛 只要法币不停地硬 然后比特币就会一直地涨 中国政府近期也加大了 加密货币的打击力度 那您会担心被抓吗 从来不担心 江湖传言是这么传的 中国是北有李孝来 男友过红财 后来就被江湖人称改成了 抓了李孝来 还有过红财 抓了以后 无非就是约过去约谈 首先是我知道 一行三会 负责管金融的 负责管证券的 管货币的 没有抓人的权利 抓人的权利是公安系统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区块链创新 技术创新的国家 你看周晓松还刚刚说 技术创新我们是不限制的 区块链是个好技术 但是比特币不行 就相当于是说 你们可以天天谈区块链 但是你们不能谈比特币 不能谈这个币 那个币 代币一律不能谈 这个在我的理解呢 就相当于是 你们可以谈恋爱 但是不能上床 不能结婚 不能生孩子 江湖上也有传闻吗 说你不敢回国了 回国 是不敢 但是不敢 万一把我抓了 是吧 我投的项目太多 我投了的项目方 都不在中国了 我投了项目方 就说 你这个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要不你出去吧 你出去我们就安全了 我说我做的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 都有视频上可查的 对吧 我做的唯一所有的事情 都是合法的 我随便可以回去 因为我投资人 只不过是这些人怕我告密 说谁没做基金会 谁先上床后买票的 谁是买了票再上床的 这个我都比较清楚 但现在了都有票了 都已经船都驶到了彼岸了 所以呢也就无所谓过去了 所以他们担心是顾虑的 了解 但所以还是避一下风头 避风头吧 其实也没必要 主要是美国项目太多了 中国的项目太水了 好多项目都是空隙避 真不是干事的 跑到美国 那些投点美国项目 所以到美国 我大约一天投三个 对 所以您投了是什么类型的项目 您会比较感兴趣 刚到美国已经在中国的思路 叫B圈徐晓平思路 B圈徐晓平思路 简单就是说 狂嗓 呼呼的嗓 一看这项目 不错 这项目好好投点 到美国以后改了 不做B圈徐晓平了 改了改了 这个模式 这个基本上成功概率 就非常低的 几乎是无脑头 那我换一个新思路 叫B圈优理的思路 B圈优理就是DST的老板 就在硅谷啊 这个俄罗斯级的 那个当时来的 对 Facebook的那个投资人 Facebook的投资人 他投的思路就是说 你的实力 你的能力 你有可能成为 B圈的第一梯队的项目 啊 有没有信心 干成第一 那这些项目的 这些团队 或者这些项目 本身有哪些最吸引你的地方 现在只选胆大 哦 因为都是精英 看谁胆子大 谁不要命 谁不怕 谁他妈的说能颠覆这个世界 谁要把这个世界颠覆掉 好 我就先选这个 野心够大 胆子够大 Dream big 但是呢 又能start small 从皮密库里走出来 走向人生巅峰 就比特币能最终取代 法定货币吗 最终 不用说比特币取代 比特币作为锚定的 电子美元 这类的数字美元 会取代 法定只超这种币 这是一个趋势 比特币天生就是抗审查的 没法管它 没法管它 那比特币只能是一直涨 原因就在这了 您刚才 比如说在国内 您帮很多的ICU的项目 也做背书 那具体的落实的项目怎么样呢 你想想 我的水平 也只是卖牛肉的水平 是吧 你说我能看懂什么项目 我也是瞎投一顿 是吧 投中了 大家说我眼光犀利 投错了 大家也可以学亮 也可以理解 二宝就是一个高中生 投错了 很正常 所以就无所谓 我投了一堆 投了一堆里面呢 这个大部分项目呢 和这个EOS差不多 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很多币都差不多 都是没还在开发中 嗯嗯 不知道谁能开发出来 谁开发出来 多么牛逼 谁也不知道 你之前提到一个 就是现在进入一个 CDN的这个时代 嗯 这个时代是究竟怎么样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CDN的时代 说白了 屁股就你脑袋 哈哈 我说什么什么 进入什么时代的时候 你千万别姓 哈哈哈哈 那个 那就是我买了这个币了 然后很多人也买了这个币了 然后大家买了这个币了 就都相信 就希望他会成功 会成功 所以说我们这个币 进入了这个什么什么时代 是吧 嗯 我当时候是回国以后发现 CDN这个币越来越多了 嗯 新级网络我投的比较多 嗯 所以说我就希望 千万投完了以后别亏了 嗯 但是新级网络就是 独目不成零嘛 嗯 对吧 你有一个网络系统 你得有硬件支撑啊 对对对 硬件支撑从哪来的 对 现在系统怎么支撑呢 一会我就撒了一点 把这几个行业里面的 比方说流量矿石呀 嗯 比方说 呃 鱿宝盒呀 嗯 暴风盒子呀 迅雷盒子呀 嗯嗯 是吧 这些盒子我就都支持了一遍 现在看暴风这样的品牌 嗯 还是迅雷这样的品牌 嗯 布的点还是挺多的 是吧 它布的点多 我就觉得它有可能成 那现在挖矿成本也就飙升 您觉得挖矿还有得赚吗 您是不是已经不挖了 挖矿属于制造业 嗯 哎 这个生意呢 最后会变成一个保利行业 嗯 说白了挖矿就不如买币 嗯 拿着钱最后买了一堆机器 其实就是买了一堆币 币涨了你才能挣钱 币跌了你就是亏钱的 在17 17年的时候 我就把矿机就大量的卖掉 矿场卖掉 原因是什么呢 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 ICU这个事情啊 是一个金融业 等于从食物链的这个底端 慢慢的走上 对 走上来了 对 这个食物链吧 你说的太对了 食物链 我就发现食物链顶端的人 都在玩金融 金融 而我们这种卖牛肉的 一辈子也没机会玩金融的 只有玩了ICU以后 玩了区块链以后 才有了这个机会 让我们底床的人 就像一个卖牛肉的人 这个混到了硅谷 在硅谷的区块链圈里面 投项目 撒种子项目 是吧 这就是时代给我们的机遇 对吧 您在硅谷的也是要成立一个 硅谷宇宙 宇宙并圈 并圈宇宙中心 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建好了 首先硅谷就是一个 并圈宇宙中心 然后在硅谷里边 再找一个聚焦点 再建立一个楼 让让让让 就是我叫诺亚方舟吧 这个诺亚方舟 就相当于是遇了难的 这全世界的被监管了的 这些这些创业者们 他们被监管了 没人收留他们 好 我说我这有诺亚方舟 可以让你们上船 上完船咱们一起飞 所以说我就要不就上船 咱们一起飞 要不你就死去 是吧 这个思路 好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 你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有问题要想对你提问一下 他在国内专门 专门打电话过来 哈喽哈喽二宝 我是文文 好久不见 谢谢Vivi 这次也给我一个机会 跟老朋友聊天 当初我们一行人 一块去美国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你二宝 能够这样的改变世界 我当初来美国 只是想张张眼 开开眼界 15年的时候 对 当时候文文和火币的李灵 他们从纽约好像过来的 然后来了以后 我说你们别坐车了 我就开着车 就带着他们当司机 给他们当司机 转 大家是币价 当时候是在15年 是币价最低的时候 1500块钱 一个币 大家都绝望了 在事后 我们来到了美国 我们来到了美国以后 我们就说 哎呀 这个是未来 互相打气 互相鼓励 抱贪虚难 跟美国币圈也进入寒冬季了 当时候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人 都没想到今天的币圈 能叫今天的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坚持就是胜利 中间有无数的人都离开这个战场了 这个战场死伤无数 但是呢 总有那些人 能扛的 我属于是能扛的 我认为 扛下来了 扛下来 我也不知道未来是个啥 但是我就知道 肯定未来也会有一次两次的寒冬期 没关系 继续扛 非常谢谢文文的提问 您对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新世界 是有个怎样的一个展望呢 啊 未来是这样子的 未来呢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展望 没有之一 最牛逼 如果是中国是最大的强国 那在中国一定会全世界出现 全世界最牛逼的交易所 数字货币 以及大量的人群和科技创业公司 像我们这种人 只是在外头战战避风头 战避风头还要回去 因为革命的火种 是从中国烧起来的 中国的区块链远远大于美国的区块链的规模 现在全世界的中国难民们 欢迎你们来硅谷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感谢你们收看VV闯硅谷 区块链特辑 和你们一起用创新的力量改变世界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同志 拜拜 拜拜